再打开首页的试图文件 在这里我们把内容的特色图片也添加进来 先在列表项目的包装上面添加一个media box app message这个类 然后在主体文字内容的包装上面再去添加一个外的类 media box 下号线 下号线 bd 下号线 in 横线 app msg 在这个包装的上面我们再去添加一个view 上面加上media box 下号线 下号线 hd hd 表示的就是header 再添加一个media box 下号线 下号线 hd 下号线 in app msg 包装的里面就是一个图像的组件 一个image 上面加上media box 下号线 下号线 sum 在它的src属性里面去设置一下这个图像的地址 这里就是item 下面的下号线 embedded 放过号引号 wp 帽号 feature media 它的第一个项目 访问一下media details sizes 尺寸是thumbnail 得到它里面的source url 保存一下 现在列表内容的项目里面就会包含一个特色图片的缩略图 再打开响应回来的列表内容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项目 如果在内容里面设置了特色图像 它的这个feature的media属性里面就会包含这个特色图像的id号 我可以再去判断一下 回到这个视图文件 在这个图片的包装上面可以用一个wx 帽号 if 判断一下item下面的feature的media 它的意思就是如果项目里面的feature的media里面有值 才会去显示这个图片内容 記住在 transcript中颜78 D 建订你的频道